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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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接受我哥这种强制安排 所以这次 我坚决不会去 绝不向他妥协 绝不向他妥协 熊妃 你一定要支持我 谢谢你今天来陪我 平时天天在手术台上 难得这么轻松 今天陪你看看湖 那我要谢谢展医山了 周明明 下班一块训练啊 你自己去吧 我没心情 怎么了这是 因为那个小马 别提那个人 我就不该救他 不是你救他 这事你没错呀 这点挫折你就受不了了 这种人不止这一个 我就不该费那么多功夫 你平时不是挺神气的吗 你跟这种人叫什么劲儿 对吧 喂 叶辉煌吗 马上到 救援过程中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所以我们平时的刻苦训练 苏联的掌握和提高各种救援技能 为的就是在关键时候 能够克服困难 完成救援任务 可有些难题 单单靠技术是解决不了的 有时候群众不理解我们 不信任我们 包括一些救援对象 对我们持怀疑态度 有的甚至是 冷嘲热讽恶语相向 周明明的事情就是一个例子 我们要面对各种压力 我们不能安心陪伴家人 不能很好地兼顾工作 可我郑重地告诉大家 我们做的是拯救生命的事情 我们无愧于心 所以我恳请大家放下包袱 排除个干扰 帮助他人 挽救生命 臣力以赴 不管你遇到任何问题 我们这个集体 会为你担任 追光救援队 永远是大家 最坚强的后盾 跑 跑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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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月子热的啊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那我们先过去了啊 好久不见 来了 大游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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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来来来 来 我提一个 我们一起敬我们当大英雄一杯 好 来 来来来 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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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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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记错了 把那个落水者救上来的 是个女孩 不是明明 把那个落水者打晕的是明明 救人还是 你杀人啊 逗死我了啊 人家在下面喊救命的 明走 下去直接打晕 你喝多了吧你 你有没有诚实啊 我那么多是为了救他 喝了吧 你还是人家女行业救上来的 你那水瓶还救人呢 没那个金刚钻 就别懒那个慈禧活儿吗 来来 喝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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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喝酒喝酒 来来来 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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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了 明总 你们都是什么人啊 你们这算朋友吗 开个玩笑吗 你要去哪儿 妈 这两天发生的事情 我都知道了 从小到大 我怕我还是第一次见你 为了一件事这么地伤心 儿子 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点和特长 你善良 乐于助人 但是你想过没有 你是不是真正具备 亲自救人的能力呢 如果没有这个能力勉强为之 那是不是剥夺了他人被救的机会呢 妈 你说的 我都明白 董事长 我觉得 明明是真心喜欢救援的 而且他也因为这件事情 成长了很多呀 但是对一个母亲来说 她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我还能听着 看着我的母亲 说我 还是真心喜欢 鞋子 非常感动 我 好 并 不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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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 先给你打好几个电话 你怎么都不接啊 老板的私生活 需要向你汇报吗 我跟你说 你今天没有来救援队 真亏大了 我明天会去的 我电话 妹妹 今天那么早 靳姐 我想退出救援队 邓明明 我要你收回退队的话 你管我呢 你就因为这么几句话 就否定自己了 你知道昨天青山队长多不挺你吗 那已经跟我没有关系了 就这么一次挫折 你知不知道一个漫画大神 在陈明之前要被退多少次稿 一个运动员 在拿奖之前要受多少次伤啊 你每一行都不容易 别人是别人 我是我 你下定决心要放弃了是吗 是 你宁愿做胆小鬼是不是 是 哎 哎 丁丁 你不要命吗 我要啊 但我相信你 你看这不还是能下水救人的吗 靳姐 对不起啊 我早有点冲动 你有说什么吗 我没听见啊 就这个 谢谢靳姐 可多亏了我 你是不是该请我吃顿大餐呀 要不是我 你小命都没了 还要我请你吃大餐 爱请不请不请拉倒 好好 我请 但是你得答应我啊 以后 不许带她这么危险的事情 听见没 知道 来 把这个给我趁热喝了 谢谢靳姐 小心烫了 谢谢 等等 这么巧 这么狼狈啊 你也没好到哪儿去啊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是说你看起来好像有点累的样子 我是说你看起来好像有点累的样子 等等 我的脚突然抽筋了嘛 我缓一下缓一下 罗远联系过那么多 罗远 他不是出国了吗 他这会儿应该已经到英国了吧 我待会儿打个看问候一下 他没有出国 他躲起来了 躲起来 因为你胆子这么大 他多哪儿找到了吗 他真的没有联系过你啊 没有啊 我那个桥好像好了一点 我先进去了 吓死我了 暗暗 链 回家吧 我会回去的 但不是现在 也许你该想想 罗云为什么要躲着你 喂 你见过楼员了 明天见一面吧 明天见一面吧 明天见一面 有空间 有空间 谢谢 无虚 无虚 dispos许 有空间 哥 坐下来聊聊也好 园园 哥比你出国是我态度不好 但是我始终认为 你不应该因为一个男人 就放弃了自己的未来 我没有放弃 以后有机会我会继续深造的 但你确实现在是放弃了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有多冲动 还不是你逼的 我来说吧 我们俩决定在一起了 你就是让我出来 听你们说这个 罗元他不嫌弃我坐过牢 也不嫌弃我就是个小贪贩 我很感激他 也会珍惜好这份感情 你是罗元最亲的人 我向你保证 一定会对他好 肯定不会辜负他的 他如果想出国深造的话 我会全力支持 今天我们来 是真的希望你能祝福我们 约约 爸妈走的时候 我答应过他们 永远都不会让你受委屈 我宠着你 就是希望你过上衣食无忧 幸福快乐的生活 而不是让你找一个人 一起去摆摊 可我愿意 你现在还不懂 但是将来有一天 你一定都会明白 我这么做 完全都是为了你好 跟我回家 从小到大我什么都听你的 但我的感情我想自己做主 你不要逼我好不好 他现在根本就没有能力照顾你 你要出国他用什么来资助你 我可以去打工 不需要任何人照顾 是吗 那是谁让你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那又是谁让我变成现在这样 你 哥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 我 哥 我错了 刚刚说的都是气话 是我不好了 我不是一个诚挚的哥哥 没有 没有 好了 哥哥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我们回家吧 走 我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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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我想跟你学习潜水救援 一直听说你最近状态不好 看起来不错 都过去了 专业能力不行我就再练呗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会潜水救援的人那么多 干吗非得找我 这个吧 我打听了 您在专业潜水救援这方面是这个 我既然要学 肯定要找最厉害的人教我 可我没打算收徒弟 我有一个想法 我想培养一支专业的顶尖的 潜水救援团队 给各个地区的救援队做相关培训 一旦需要水下救援 大家就会第一时间想到我们 我们的名字将想到我们 想遇全球 这志向还挺远大的 怎么样 展医生 有没有兴趣培养一下 未来团队的骨盖 我只有周日有时间 没问题 我宁明月的路径 就会订阅一下 我宁明月的路径 小时候我发烧 可给我吃错了药 我就再也不能说话了 但我从来没有怪过他 我从来没有怪我 高强度的训练会肌肉拉伤的 谢谢 给你打电话没接 估计你在这 知道你压力大 我们医生经常也有压力大到 扛不住的时候 要不要试试我的解压方式 老板 五张彩票 好的 稍等啊 给 你的彩票 谢谢 不客气 这就是你的解压方式 拿彩票 原来你也想一夜暴富啊 我知道了 你这是在做慈善 中不了奖的话就当作是捐款 别说话了 行吗 你试试 我不是 这万一中了呢 新手的运气最好啊 你都没中 我要是中了你都没面子 我挂 等会儿 渐渐 志愿的 我ANDок 护 lab 赶紧吧 手点劲啊 知道 他在看ник 多少钱 多少钱 我看看 啥也没有 玩不玩 你这么喜欢挂彩票 如果刚才中了的话 你不开心吗 你在这儿等我 时间在两极 泪光中有爱意 两颗自由的星期 拥抱着天临 怎么样 心情有没有好一点 好多了 而且我们还中了二十块钱呢 当然了 不算我们买彩票 花了一百块钱 那你想好怎么用 这二十块钱没 有了 帮我走 你怎么不吃呢 没有别的嘛 他们家的羊腰是这儿的特色 你尝尝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我的解剖客 好 怎么样 我应该饿了 饿了好说呀 老板 点餐 来 来 怎么样 不过超支了吧 羊腰配啤酒 好吃又上口 你怎么会来这种地方 这家店 是我第一次请罗元来吃烧烤的地方 上学的时候 我们没有钱 罗元他想吃烧烤 也舍不得多点 后来我就去拦了个小活儿 拿到钱之后 我就请他到这儿来 结结实实地吃了一碗 我那个时候就告诉他 我说 等哥以后赚了钱 你想吃多少 就吃多少 你做到了 我不想让罗元受惑 是 你是个好哥哥 罗元会知道吗 吃得好爽啊 如果罗元坚持跟熊飞在一起 你怎么办 那我问你 如果丁丁丁 要找个不靠谱的人在一起 你会同意吗 他爱情够不靠谱 我就希望找个不靠谱的志愿 你们都觉得是我做得不对 那我问你 你是不是和罗元一样 不喜欢和我这样的人一起相处 没有啊 那就是喜欢和我在一起吗 也没有 你哥还没跟你说话 没有想他还这么幼稚 我觉得吧 他拒绝跟你交流啊 肯定就是想让你二选一 看看在你心目中呢 你哥哥重要还是男朋友重要 我不想失去熊飞 也不想失去我哥 嗯 我看哪 我觉得他是铁了心的 要揣赞你俩 哎 你放心 但我肯定是站你这边 我也想教训教训你哥 但是他身对于西方 人口才太好了 我根本就说不过他 不知道谁能自私地问呀 你是支持我的 对不对 我支持没用 得问你哥 你想让我帮你说服他 你哥你还不知道 他能听谁的 是吗 在他心里也不一样 你喜欢熊飞什么呀 和他在一起 我特别放松 特别开心 他很有安全感 还有他的家人 第一次见面就觉得很亲切 他真幸福 我 你故意的吧 选在这儿 好 罗园找你了 知道你还来 反正你劝我也没有用 我来就是看看你还能做什么 好啊 希望你一会儿也能这么自信 好啊 你好 请慢用 谢谢 谢谢 我就是把罗园保护得太好了 让他从小到大 都只看得到美好 他太容易相信别人了 虽然我答应罗园要帮他 但我没有告诉他今天把你约过来 我就是想让你看看他们的日常 最真实的样子 剩下的 你自己判断 妈 妈给你们煮了那多汤 好 我先拿吧 好 儿子 妈也学了简单的手艺 是吗 你 辛苦吗 辛苦了 你知道吗 熊飞都上了小学 没有闯过我 就是当天晚上的 都喝得太多 多吃点啊 云 云云 妈妈有个秘密你要不要听 嗯 哥哥今天衣服穿飞了 妈 云云有没有秘密跟妈妈分享啊 云云说的什么呀 这是我们女生之间的秘密 可不能告诉你们 是不是 云云 好 妈 哈哈 云云说 熊飞能让她觉得快乐 现在我相信了 因為有的情感是藏不住的 她想要的亲情和爱情 在熊飞那里都找到了 而这些东西 是你替代不了的 慢点吧 再见 到了 您跟我说一声 你们忙吧 哥 我不回去啊 熊飞 你真的准备好跟罗元在一起了吗 准备好了 真的 我们都是追光队员 我们都清楚 救援需要付出什么 你放心 你能做到的 我一样能做到 不 你要做得比我更多 罗元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姑娘 她更单纯 更善良 更需要别人的照顾 也更容易受到伤害 你去救援的时候 不许她 比别人更需要你陪在她的身边 你告诉我 你怎么保护她 熊飞 如果你真的决定 要和罗元在一起 那你就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你说 退出救援队 你应该知道 救援队对熊飞的意义 知道 但是她必须做出选择 对不起 我哥让你为难了 我能理解 给我点时间 我会处理好的 我站好 让你忙着急 我准备呢 我你帮她 我找到我 你帮她 我帮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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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再给她 我帮她 你帮她 你帮她 我帮她 你帮她 你 啊 啊 啊 小朋友 小伙子 小伙子 你这样下去很容易遇到危险 赶快打120 大脑这样八到十五秒 就会丧失意识 超过六到十分钟 人就会进入昏迷状态 严重的 会导致脑死亡 我想问你一下 您是什么单位的 我们是一个公益救援组织 追光救援队 你们还招人吧 你想加入 我行吗 有什么不行 但是我坐不牢 你说什么 我坐不牢 我今天背好的 你不要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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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的 幸运来过一场 灵魂最初不见流浪 直到人拥抱了对方 我一直在路上 尝试着让笑和泪戒绕 横然的有信仰 万家的都能走亮 我希望与回处有花可少 流泪给别爱无恙 奔赴的好时光都属于光 能照亮后来的那些伤 老抚养心光 看回忆闪光 有时尽风光 用炙热目光 我不能飞翔 却可以仰望 一直在路上 追着光 小色响 那些是想要 人生 、百代 这些都能看到 是愿意尽 不思许 水 地 你是